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继续回到Coco早餐 时间是8点06分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来宾 首先为各位介绍通态媒体的总经理 赖祁宇 祁宇早 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非常谢谢 今天祁宇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 不同的概念 就是未来的银行 versus银行的未来 政府要如何快速的 来加速数位金融的脚步 为了要请民间业者 跟我们的立法委员 能够同步的走上未来的金融改革 而且是大变革 按照赖祁宇的讲法 是以后每个人都是银行家 对不对 其实本一个人本来就是银行家 账户在我手上 我就是银行家 没错 好 这个我们特别请到了 这个国民党的科技立委之宝 这个徐宇人 预言长 可可姐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非常谢谢 等一下我们请祁宇来告诉我们 未来银行 versus银行的未来 那在银行的未来 跟未来的银行的发展过程里面 台湾的立法 或是台湾的立法委员 这个可以相互冲击出 什么样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环境 而这个环境可以跟世界同步 时间是8点09分 我是巴苗 我是客户早餐的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我们今天要谈所谓的金融科技 未来的发展 对于每一个人所造成的冲击 这个Fintech有人讲是金融科技 有人说是数位金融 这个赖琪宇先生呢 他有好几堂课讲到的就是 未来的银行 versus银行的未来 这个通贷媒体的总经理 其余过去是在我们媒体界嘛 你为什么会提出一个 所谓的银行的自媒体的思维呀 因为其实Fintech这一段时间都很火热 大家都理解 但是这个渠道是从科技的角度 来撬动整个银行的改革跟转型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急急运运的在找很多 用透过科技来创造一些应用跟服务 但是反而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银行更重要 更需要重新回来的思考 是这个品牌的定位 或者这个品牌接下来的价值 就是说银行业变不一样了 是是是银行业接下来 可能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银行业 那到底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产业 在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梳理的时段 但是这个其余讲到 就是说银行业界讲到Fintech的时候 只是讲到说 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服务 减少我的成本 增加我的收益 这是目前全世界的Fintech的思维 还是只有台湾 几乎是全世界 但是台湾是 台湾是因为才刚刚受到冲击 那国外其实有很多 在讨论银行的重新定位的问题 或者银行这个产业的新的定义的问题 去redefine这个产业 那银行的新定位在台湾 未来会在实物界如何 你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 推广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对未来来讲 如果以银行的未来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 但是有一个脉络是可以往那边走的 那个脉络就是 你应该回来重新思考 你要好好经营你的社群 所以应该是用一个媒体的概念 来经营你的社群 透过社群的了解 然后来创造你更多的价值 所以你银行未来绝对不会是银行 问题是这个银行要受到管制 因为银行有些信用的问题 所以它跟一般的社群跟媒体又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这个立法委员徐一人来到现场 因为徐一人委员 已经领先提案一个 这个一读通过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跟这个电子商务 这个Fintech的新创公司等有关 不过你现在是少数党的委员 就算一读出了委员会 将来要三读也蛮难的吧 不过我想 那些敌人会帮助你吗 不过这个案子我想是对台湾非常重要 我觉得跨党派都会支持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其余讲的是未来 对不对 当然就是未来是现在的移动 他讲是未来的银行 银行的未来 那你讲的就是 其实是不受管制的银行 那现在的这个立法院所看到的是一个 尽管会僵化在那里的一个台湾的金融环境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搭配 因为要往前走 你思考很多东西会脱离现在的法律 先把这个僵化的东西 先把它这个松绑 松绑之后才能往前 所以在僵化的过程里面 其余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未来的思维放到里面来 我这样讲对吧 对 好我放心了我怕讲错了 好那这个玉仁你先告诉我们 现在关于这个Fintech 至少了你跟那个余婉如吧 还有曾明忠 曾明忠 这个扫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的委员 现在努力把Fintech这个概念跟法案的修正 把它绑在一起 那未来怎么推 其实我们谈Fintech 其实Fintech是从科技开始的 所以讲金融不能够脱离科技 那就是因为它处理的界面 在于这科技上面 所以它不能够用单单的金融 这个界面来去谈Fintech 要两个并在一起谈 那所以整个新的金融科技发展 一定要导入科技的思维 那我们来看看全球对于Fintech的一个投资 到2015年全球投了180亿 然后光2016年的Q1就投了57亿美金 那有26亿在亚洲 那包括澳洲 然后新加坡 甚至于是泰国 都把Fintech当成是国家竞争力的发展的重点 把它当成是核心能力 那这个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过去银行这种特许行业 是高度管制的 但是由于科技的兴起 包括区块链 包括比特币 包括各种去中心化的这个 这个技术的出现 造成说很多的东西 它会被重新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趋势 那我们现在停留着 就是台湾 台湾的金管会 是一群这个非常官僚体制的一个地方 他们连这个第三方支付 都要一个月要规定什么 一万块钱 最后还缩小成5000块 还被人家骂了半死 但是所以现在这个在 我们的这个金管会 所控制之下的一个 所有的所谓Fintech的这个发展 其实它先有一个官僚体制在 对不对 其实当初我有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台湾要发展Fintech 先要改变上位者的思考 就是说我认为Fintech 不应该放在金管会 因为金管会的本质是管理 它是regulator 它是管制单位 我觉得Fintech应该 所以它应该裁判跟这个球员 都它自己做 没错没错 而且它它其实是绑住银行 管监管银行的这个单位 所以它跟发展金融科技 其实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徐一仁委员讲到重点了其余 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要先 所以先讲一个概念 就是金管会是管制的 那如果你要发展 要把数位金融发展成 人人都这个是银行家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金管会的角色 其实是要被这个规范的 但是他管制 他照风也管不好 什么都管不好 乐生也管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所以我们要 对不起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 再来谈数位金融的概念 那其余告诉我们 那是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银行 银行的未来 当银行 他做自媒体的思维 其实其实这个其余 你这个意思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 他不仅是银行 那这个本来的媒体叫自媒体 那这个概念 他的抽象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他怎么样去成立一个 经济上的模式 那怎么样这个能够盈利 恐怕对当前的各路人马来讲 都比较重要 对不对 其实在大陆 他们的这个金融圈 都可以像标会一样的方式 来做这个 对这个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说台湾的法令 是正面表列 而且是房币大于心理 对啊对啊 所以他法律上说 没有说你可以做 你就不能做 但在中国是负面表列 对 没有说你不能做的 你就可以做 我曾经碰过 他们在每一个省 都有那种标会的 会投的方式做金融啊 这个好精彩 我们立刻回来 时间是8点21分15秒 我们今天谈这个 Fintech数位金融 对于银行业的冲击 对于人人的冲击 银行的未来 跟未来的银行 在我们的法案的修正上面 有什么概念 刚才在现场的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徐一人委员 已经告诉我们了 将来这个所谓 金管会是管制单位 而Fintech应该是有一个 开发单位 对不对 金融科技 我感觉应该要有一个 金融科技发展小组 做一个跨部会的联系 那如果单纯又把这个 Fintech放在金管会下面管 换了一个主委 换了一个脑袋 做法是不是又要从头开始 好像台湾一直在原地踏步 进一步退两步 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那台湾实际上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等了 好 齐宇 那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法令这个问题 的确是相当相当重要 包括徐委员 他们几位委员 现在推动的这个 监理沙盒 也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这个对一个 Fintech未来的发展 绝对中间有一个 非常好的空间 那就像我这次谈的 我的题目是 未来的媒体 跟银行 未来的银行 跟银行的未来 这中间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的 这个梗藏在里面 就仔细去想一下 未来的银行 跟银行的未来 关系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Uber 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看 未来的交通运输业 其实它不是交通运输业 对不对 Uber是资讯服务业 对 对那所以 未来的银行 理论上 应该不会是银行业 那对银行 如果往未来看的话 它的挑战就会很大 它只有两种路 一种是走出来 未来可能银行 不再是银行了 另外一种是 我必须要改变 我的DNA 变成不是银行 来迎接银行的未来 这两件的冲击 跟转型都相当相当的大 不低于FinTech 带来的冲击 台湾的金控业者 或是我们的Bankers 有这样的概念吗 现在应该有一点难 所以 所以要开始 所以要开始 你讲的小声 我跟你讲 现在有一点难 那就是 这个已经有概念的人 可以想办法 把他们都赶走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银行业想改变 但是因为组织文化 长期以来 已经是非常僵化了 其实就像我们的政府一样 我常常在说我们现在的国家经济 有点像是 登大人登不过来 就是说在数位经济的浪潮底下 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做法的思维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新的法规 还有新的想法去面对 但是我们的 好像政策上的思维 还是在用旧有的方式在做 所以这个是比较担忧的 那这个 所以就要透过 这是要透过竞争吗 透过长江后浪 烟前浪的方式 把他们给这个刺激了 之后呢 那现在有这个长江后浪吗 这个齐宇 有有有 这个整个大的风潮 对银行的转型 跟银行的改革 现在全球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举几个十几个例子吗 在德国 德国的银行 然后中国大陆 是没有话讲的 那个整个是一波一波来的 以淘宝来讲 阿里巴巴来讲 其实阿里巴巴有银行 腾讯有银行 腾讯的微信 也是银行 他的银行随便都 这个规模都是相当相当大 影响力都相当相当大 所以跟这个微信 颠覆了中国移动 但是几乎是不动 任何的竞争条件 就把所有的用户 吸引到另外一边 腾讯跟这个淘宝 他们阿里巴巴 他们就是先有网路科技 然后才有网路需要的金融 金流所以就有了银行体系 金融体系 他跟他的就有体系之间 几乎可以说是不矛盾 不冲突的吗 最大的本质的问题是 刚刚KoKo姐谈到这些公司 都是由科技公司 做起来之后去做金融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金融公司想要做科技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文化上的冲击 对因为像科技公司的思考 跟金融也完全是不一样 一个是极端的开放 一个是极端的保守 对 那现在这文化的冲击 如果我们再不加速的调和 加速的改变 然后政府赶快开放的话 那我们竞争又是很快 真的就没有了 可是我们这样这个 是不是在台湾 大家比较注意的 还是所谓安全问题啊 是安全 我在跟这些金融业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大的篇幅 都是法令管制 因为他就享受法令管制 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动 但是因为现在你离未来 其实距离太远太远了 我刚刚讲到一般中国大陆 你看他所有相关的企业 如果发展一定到一定的规模 在网路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一定做金融 所以金融是每一个行业 都在做金融 每一个行业都变银行 因为金流嘛 对对对 金流的过程里面 然后就演发出来了 那中国大陆相对开放 所以你说他贷款也好 各方面他都在做 所以你相信 周一天Uber自己会做一个 全球金控公司 对不对 这应该是他下一步 他有一个计划叫Uber Finance 对啊对啊 那所以呢 那我们当然就也就是说 当然问题是 我们过去的金融 也只准做金融 金融现在很多东西不能做 投资媒体不能做 很多的管制事业 他都不能做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几乎是一个 翻天覆地的一个革命了 那这个革命 也不仅是立法委员要修法了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比这个民主改革 还要严重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有关系到很多的 我们在地的这些工作者 你看80万的金融大军 但是他瞬间会没有工作的 我们不需要那个柜台那些人 对对对 那你说这些人往哪里转职呢 其实机会不大的 空间不大的 其他国家如何呢 现在也都也都发生这个问题了 所以失约率啊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波一波都来的 整个银行都在裁员 整个银行大发 再谈一谈政府的角色 其实在这个Fintech或是新科技兴起啊 这个政府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举个例子 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全世界第一个 让无人车立法通过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在上个月 无人计程车已经在路上行驶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上位者的态度 决定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什么地位 如果今天台湾说 我们要做亚洲第一个 全面开放金融科技 人工智慧还有无人车 各种的新的创新科技 你都来台湾做实验的地方 那我相信台湾这个竞争力 会在全世界会大大的增加 讲得很好 当时新竹科学园区就是有这个功能 而且还在什么豆浆店 把那些人才都引进来了 就没想到新加坡 把无人车实验定巧据了 那我们呢 这个其他的东西在哪里 这个还在旧的法规 跟旧的人的这个脑袋里面 来这个互相纠缠 可是业界如何自救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 很多金融公司的老板都很年轻啊 这个他们呢 好说也只有四年级后半段 或是五年级生 那他们所引进的金融界的人才 也都是最新颖的啊 为什么不能够这个 朝这个数位金融的方向 做整体的这个多元的改革呢 我相信刚刚委员有提到一半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出发点 你是从金融角度来走的话 这条路会很辛苦 所以你必须要脱掉原来金融的包袱 这个难度就很高 所以在这几堂课里面 我试着用互联网的思维 加上自媒体 然后来用经营社群 跟社群的交朋友 然后从社群了解他的需求之后 我来创造我的价值 可是问题是金融圈的人 本来就很保守耶 他们本来对外交流就不多耶 那个赵峰可以把4.41亿 变成44.1亿 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还是现在的人的问题吗 我们立刻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这个数位金融未来的发展 会带动每一个人都是银行家吗 如果你现在想要知道 未来的银行 银行的未来是怎样呢 通态媒体的总经理赖其宇 他也是我们媒体出身 他对于媒体的未来的发展 一直有超乎我们现在媒体人的概念 所以其宇你在金融研讯院 有一个课程要提供给大家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好吗 好 是的 非常谢谢这个严讯院 能够这次合作来谈这个课程 因为整个银行的未来转型也好 或者改革也好 其实面临到的方方面面 其实是很多的 那在这里呢 我试着用一个互联网的思维 从自媒体的角度 从社群的经营 来帮银行梳理一下 未来可能的契机在哪里 或者品牌的定位在哪里 那在Fintech的这个 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把这些科技跟消费者的关系 能够连接的更紧密 所以这是两堂课 两堂课 11月10号晚上7点到9点 银行的未来 versus未来的银行 仪式的一块拼图 金融业的自媒体思维 是第一堂嘛 第二堂是17号 就是连续两个礼拜四 这是要报名的 对 在金融研讯院 大家可以上网对不对 对 这要付钱吗 要 金融研讯院的课也要付钱吗 也要付钱 金融研讯院没有补贴吗 有有有补贴 他费用不高了 几百块 金融研讯院长得蛮漂亮 在罗斯福路上 是是是是 是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对 我去听过课 这个金融研讯院 其实是一个这个 政府的财团法人单位吧 对 好这个金融业自媒体思维 你要分四个小时 你要把大药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徐人委员 也可以这个听到一些这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我们怎么去把这些 你所抛出来的这些新的发展的方向 跟我们的立法委员的修法能够结合在一起 好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其实过去我们所有任何的企业组织或团体 要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 他是必须经过报纸广播电视杂志 但是现在有了网路 其实我们是自己要跟消费者沟通的 但是这个习惯跟这个行为 过去一直没有把它的这个养成 所以现在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自己应该扮演媒体的角色 然后来跟我们的社群做沟通 你就说他自己就是任何的个人跟任何的业者 跟任何的业界的集团 对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商业逻辑之下 都必须要有一个媒体的角色跟样貌 或者是他的功能形态 所谓这个媒体不是一个组织架构 他就是一个media的这个概念 对我们过去是做媒体的人 他最广义的解释就是完成沟通目的 对对对 就是他能够完成沟通目的 那现在所有任何的企业 他要发展这么多的应用服务 或相关的产品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跟消费者沟通 你不能再用过去的产品介绍啊 这个说明简介来说不行 你一定要讲故事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产品变成是一个故事 然后来引导消费者 然后从客户的需求端 去创造一个新的服务来产生价值 这个都是从自媒体思维 去演化出来的社群经营 跟商业模式的调整 所以这是你对金融业的自媒体思维 所提出来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金融业不可以再坐在柜台上了 对 必须要更多的跟消费者 我现在去银行还觉得很恐怖 那种公营的股份 比较孤刀多的银行 你去他还要排队 一看前面等31个人 抽号码牌 对 我就走人了 这真的是难以想象 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我们竟然还有存折 然后还要带着现金 然后你会害怕可能会被抢 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去银行去存钱这些东西 然后你存折不见 你还要申请补发 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网络时代 你如果去中国 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台湾这么落后 不过以前 我们今天在现场是徐一人委员 他是国民党的科技立委 赖奇宇先生是通台媒体的总经理 告诉我们银行的未来 跟未来银行 讲到是数位金融的发展 其实他是数位科技互联网 对每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立法委员的修法 能够跟未来相结合 这个就提到了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之后 每一个行业都是自媒体之后 不只是金融业有数位概念 所有的行业都要有数位概念 都应该要有 那你认为金融业的这个 金融业是金饭碗铁饭碗 这样子之后他们会怎样 没有从去年跟前年 金管会就启动了所有的 他还提拨了百分之三点多的 整个预算 每一个每一家公司 金融业相关的公司 要来做教育训练 要辅导这些人 开始要做转型的机制 所以Fintech 所有金融不是说 我们转账到网路上就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只是这个 更先进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 他有很多机器人 然后P2P 还有blockchain 区块链 这些东西都是 他牵扯到的 或者改变的 其实是会是天翻地覆的 其实这个金融业 过去都是行业用金流 用金融业 金融业自己 因为我们对金融业管制比较多 他就经营其他的这个行业 其实是有限制的 对不对 那如果金融业被打散了之后 就不一样 像台湾 像淘宝这种东西 在台湾不可能成立的 他自己又有这个蚂蚁银行 他还有这个物联网 还有干嘛的这个 网路电子商务 在台湾恐怕会被打死 对因为 台湾不会有马云众人吧 台湾现在 就是过去的法律的设计 就是说 我刚才也提到说 就是防弊 对于说台湾现在这个市场 2300万人 要能够去成立一个 赢者通吃的这个行业 你看像PC Home 也是走了20几年 才有今天这个地位 然后现在的速度又更快了 被颠覆的速度又更快 那刚刚讲到这个 Fintech的部分 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 金融业可不可以拥抱科技思维 这个是最大的关键 因为科技思维 包括去中心化的思想 包括这些人工智慧 包括新的技术 包括对人力 manpower的这个想法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 新创网路银行呢 在台湾没有这样的 这个法规规范嘛 对就是说 台湾没有新的银行家 就是特别说 说到就是说 银行是特许行业 所以如果你要经营一个 电子支付的这个公司 你的资本额要5000万 那5000万对于一个新创网路公司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你说叫哪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 去筹资5000万 去开这个网路银行公司 这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做金融科技的门槛 那么高的时候 它永远都还是一群人在玩 然后他们说他们想做 其实是把一些资源框到自己手边 但是不让大家去遍地开花 所以你现在提出来一个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sandbox这个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那个 在推广到你的立法院的行人当中 有多少穿透力 目前的话一共有三个版本 包括我提出来的这个版本 那管制性是最低的 然后另外是曾明中委员有一个版本 然后于婉如委员有一个版本 那我大概解释一下 什么是监管沙盒 他的英文是regulatory sandbox 这是从新加坡来的 就是说他们要发展金融科技的时候 他们发现现有的银行法 现有的任何的法规 都不适用于这个新起来的这个行业 那他们就说 那我们来做一个沙盒 那沙盒其实是在做开发软体的时候 会有一个beta的版本做测试 所以它就叫沙盒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让你去try 那你如果try到一个规模之后 我们再开始管制 所以他是说 如果我开一个公司 我去登记成在沙盒里面的测试的这个公司 我一开始是不接受监管的 哦是金融公司 对我就可以持续的做 做到我大的时候 开始有规模的时候 再来谈怎么去监管 那我失败了呢 失败就失败了 就流沙而去 对流沙而去 这应该是这个概念 这还蛮公平的嘛 这样子可以解决银行未来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我的沙盒的精神有一个是 他的管理阶层最高是行政院 所以我是希望在行政院下面设一个金融科技发展小组 就是跟金管会完全分割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for发展而不是for管制 因为现在金管会是管理嘛 那我觉得我们要走的是科技发展 金融科技发展这一块 政府可以接受吗 目前我们这三个版本都一读了 所以我们就之后在里面讨论的时候 但应该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虽然你们现在有点世仇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合作吧 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攸关台湾经济的一个意图 我这种呼吁民党委员不要那么政治民党委员对政治性一点感兴趣 当碰到财经跟科技的时候 他每一个人都好像牙齿胃酸 这个民党委员可不可以回到这个金融的东西 特别是时代力量的像经济委员会的徐永明 跟财政委员会的黄国昌 关于这个部分 11月10号跟17号有两堂课 有空的话去听一听赖急语课 在金融研训院 这个7点到9点 这两堂 第一堂你说这个银行 其实不管是银行 未来的银行 未来的这个任何行业 跟这个行业的未来都跟这个科技 都跟数位有关吗 对 那第一天的两小时 你谈的是说 这个行业要跟消费者沟通 对 那透过的是一个科技 那这个科技必须是一个friendly的环境 是 那政府要保障给你一个friendly的环境 我这样讲没有错 没错 那第二堂课你讲什么呢 第二堂课的话 就会深入到社群的经营 怎么样跟消费者 很多人很怕 对 以前说到总统府 那个Buzz Orange总编辑 玉宁跟我说 他们那个时候去总统府 那因为太阳化悬运之后 那个马英九觉得好小子 这个网络将害我们 那我也要上 我也要上网 就是他到总统府去 第一先叫他们去上FB 他们都吓了半死 怕被电死了 你说这个社群经营 怎么经营法 这个相对早期的台湾的企业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怕社群的 因为他很怕任何一个负面的 对对对 任何一个负面的留言在上面 然后接下来就扩散分享 哇 这个他怕都怕死了 但是现在你无可避免 你接下来所有的服务啊 你的产品的发展 可能都要从社群的了解过来 那我问你啊 不能你凭空想象 他们这些人 社群对这些人来讲 就是有人网络 有人乱骂我 那我要去骂回去吗 还是我要怎么样去 把他删除呢 还是把他封锁呢 我觉得这个概念 这个蛮有器具的呀 这个如果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我看过许多案例 的确是非常非常经典 因为他是危机 也是转机 你怎么样跟这个 这么负面的人沟通 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他就是你的铁粉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来 这个不只是银行的未来 未来的银行 这是各个每个立法委员的未来 也是这样 对不对 立法委员也要自己当成媒体 去跟消费者沟通 而不是将来不是在那个造势场合了 因为造势场合大家都不出来 报完 然后这个透过网络 然后这个怎么去跟你的选民沟通 然后呢 怎么去经营你的社群 而不是去吵架 现在是有点吵架 因为脸书上 通常都是别人来骂我 对对对 吵来吵过去 赞美的人不太多 对对 这个来骂你 你怎么办 通常我都不太理他们 这个好像不是办法 那可是如果碰到危机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今天非常谢谢在现场 我们赋予重任的这个 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科技背景 Telix台北 其实你是正大 我的学弟不是吗 是 学姐好 新闻系 新闻系也是媒体 这个 的徐玉仁 我们希望徐玉仁 能够结合国民党的 曾明宗委员 因为他有金融背景 再和民进党的 于婉如委员 以及时代力量的 几位年轻的委员 能够合起来 把数位的概念 不只哦 我们如果把数位金融 把它立法 这个完成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个骂涨下面 所有的行业 都可以数位化了 这个国家就 就就就就 就整形成功 这个金融很大 金融保险 金融是各个行业的 这个头吧 对不对 可可姐的比喻太好了 整形成功 真的非常需要 拉皮一下 非常需要 金融也很需要拉皮 马上回来 好我们今天呢 非常谢谢通态媒体的总经理 他研究这个未来媒体 媒体未来这个 其实也是未来经济 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赖奇雨 这个先生在现场 他在金融延训院 这个下礼拜四 这个有一两 连续一礼拜四 有两堂课 是金融延训院 所这个提供的课程 金融延训院 其实就在罗斯福路上 公馆附近 很漂亮的一栋大楼 谈的是银行的未来 vs未来的银行 银行这个 所面临的金融业的 自媒体的 这个思维上的概念 上下两堂课 各两个小时 提供给大家 其实这个数位金融 所发展出来的 不仅是数位金融 其实是数位人生 没错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数位生活 那在这个数位生活里面 其实已经不是 滑不滑手机的问题 滑手机已经是 生活的一部分了 那我们的立法 怎么样来这个完成 那徐仁委员 跟余婉如委员 还有曾明宗委员 这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合作 要推这个 数位金融方面的立法 你们想要把金融科技 跟金管把它分开 那目前可行性高吗 行政院他们 当局同意这个概念 对因为日前 那个蔡总统也 特别对这件事情 做出了表态 就说对金融科技 把它是当成是 首要推动的要务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会期 三读通过的 一个版本 是非常高的 真的吗 对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非常指标性的 一个法案这样子 那尤其是两档 都有版本出来 那在我的版本里面 是他的管制度 是最小的 那我觉得 他的整个发展 你第一是 如果你的法案通过了 我们就可以去做 小网络银行吗 在沙河里面做吗 在沙河里面 是有一个弹性所在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值得 关注的事情 是刚刚启宇有提到 那我提出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是说在未来 是新媒体 做新金融 比较容易 还是银行 做新媒体 比较容易 那这个一个 很大的差别 是说未来的 新的金融服务 有可能会有媒体 这个部分 去衍生出来 也就是说 所有的服务 它的界限 都变得模糊了 有更多的 衍生性的 新的服务 和产品会产生 其实事实上 其实金融 它是 它是 它是所有的 这个 所谓的 interaction的总和 对不对 就是说 所有交易的总和 所有交易 那就是经济 那其实是 以金融作为核心 那数位又是科技 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 所以 数位金融 其实就是数位人生 就是数位经济 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这个国家 其实就是数位化的 那我不太懂 现在唐凤 这位政务委员 跟你们有沟通 这个事吗 那个唐凤 现在他负责 主要是在 社会企业 和数位政府 这一块 那科技金融 这块 我觉得现在 他还没有被交付 那我们很怕 尽管会主委 这个 因为概念 比较原始一点 这个议题 我觉得还是要 外围包围中央 我觉得 概念上 就是说 社会上的 舆论 要能够给 政府一点压力 然后让政府 觉得说 这个是急迫 需要的 那就必须要 快速通过 那要上课 那要 可可姐不断的 在节目上讲 不只 要很多人一起讲 像赖吉语上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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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位金融 不只是金融 不只是金融 数位 也不只是 01的问题 数位就是未来 就是你必须面对的 这个人生 对不对 其实最后一分钟 你告诉我们 这两堂课 你希望这个 能够灌输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 金融延续院 应该是继续开 这样的课程吗 对不对 对 我相信这个 这个方向 应该是要 更加把劲去做的 因为对科技 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但是大家有没有 稍微沉淀一下 思考说 这样的科技冲击 对我们整个产业 或者品牌来讲 它的定位 它的转型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现在基层的金融人员 比方像坐柜台这些人 他会有恐慌感吗 有有有 那怎么办呢 其实都有恐慌感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还不知道怎么办 那因为移动 已经影响我们生活 你看每个人都生活在移动的环境里面 对啊 不移动无未来 但是我们真正生活 跟我们在工作 其实又分离 工作的做的事情 好像跟生活没有关系 但是真正的生活的需求 工作又没有办法满足 所以这一块是 是尽可能的把它 尽快梳理出来 然后能够发展出更多 我相信未来的金融 一定是在地化 区域性的 对 这不只是金融啊 刚刚讲到这个无人车 以后的数位人生 就是说我走到路上 看到没有驾驶的车子 看到可能有机器人走在路上 还要跟他打声招呼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些都 生活的各个面向都会影响到 比如说我们长照 对 现在政府要花那么多的钱 去加税 然后希望筹筹到长照的裁员 但是我认为 其实长照里面很多的产业 也有一部分跟科技有关的 其实应该通过科技可以辅助产生 很多新的商业机会 这个可能需要跟政府官员年轻话 我讲的是心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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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谢谢